第五百二十五集 紫色的冰原浩瀚无垠 一眼望不到尽头 万里不见人烟 紫府圣女像是一株紫色的血帘 宁静而冰结 她被围困在此 根本没有意思的慌乱 震惊自若 狐飞第一个动手 捏龙爪翼 向前打去 一条黑色的大龙飞出 发出一声龙吟 冰原大阵 大龙冲向了紫霞仙子 啪的一声 紫府圣女法司一甩 三千青丝如谱 扰乱了时间的更迭 紫气弥漫 那条黑色大龙瞬间分解 啪的一声 她束手一扬 画卷铺盏 一个真实的世界浮现而出 引动人的心神与肉身 像是要熔炼这方天地 图飞不由自主 当场离地而起 被一股巨大的力量迁移 将要没入画卷中 蒙力一声 冰原抖动 图飞手持吞天魔管 蒙力一阵 并不起眼的灰色桃管 冲出一道乌芒 打在了画卷中 她怪叫了一声 仙子妹妹果然了得 倒飞而回 总算是摆脱画卷 没有被吸进去 叶凡磅礴 还有大黑狗 全都倒吸冷气 才一个照面 图飞就险些吃大亏 被紫府圣女收走 紫府圣女很平淡 无喜无忧 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淡然 似乎不像是在面对强敌 倒像是在静看花开花落 云卷云疏 这不是轻视 而是一种真性情 到了这等境地 她也无波无澜 像是置身室外一派超然 磅礴向前 周身黑雾汹涌 她走得并不是很快 雄姿魁尾 每一步落下兵源 都有一阵斗动 她像是一尊顶天立地的妖神 庞博出手 右手捏印 如龙右四棚 只轻轻一打 就让虚空塌陷了 浓重黑雾翻涌 庞博的大手画成真龙 打到自负圣女的近前 龙手高昂 龙身如钢铁长城 充满力感 碾压而至 大背一扔 此府圣女从容相对 束手揭白如玉 石根手指根根纤细 如水葱一样晶莹 轻轻一浮 接向真龙 看似云淡风轻 没有任何火气 也无神力奔勇 但是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石根玉只有道的气息 压得虚空磨 真龙与玉指相遇 一下子被打破 发出了一声龙吟 暗淡了下去 虚空一抖 磅礴右手变异 真龙化成蓬鸟 金光大圣 明懂天帝 一只大蓬神鸟 如黄金胶筑 俯冲而下 子父圣女 依然平静不惊 线细玉指 清华像是在挥动大道 压落了下来 大蓬神鸟难以离神 轰得一扔 磅礴向前脉步 大地抖动 每步落下 他的气势就提升一分 他迈出第四步时 冰原崩裂 落岸时穿空 他如一尊魔神 满头乌黑的发丝凌乱 飞舞双眼 如刀 锋锐无比 古铜色的皮肤 闪烁宝灰 你进入刀井 我也要打破 庞伯打出妖族绝学 大战子父圣女 冰原与苍穹都因此而狂暴 轰的一声 真龙卷天 一条百丈大龙冲出 在前方摆动 横扫子父圣女 龙吟冲笑而上 子父圣女处在一种妙境中 与天地合一 挥动大道 举手台族虽然无烟火器 但是却恐怖无比 束手过处 许空扭曲蕴寒道的气息 只要被扶中 必然粉身碎骨 形神俱灭 这是一种 针尖对脉盲的大战 一个历尘势猛 打开大河 一个云淡风轻 布施人间烟火 两种不同的器语 势均力敌 庞伯没有动用妖帝九斩 因为他没有把握一击成功 对方的山河图就悬在半空 他要实施防备 天妖八事 妖族应结 子妖生女终于开口 平静地道出这八个字 庞伯所展出的秘法 的确是妖族绝学 并非独门秘法 每一个妖族大能接会 天妖八事 为无上秘术 传承上古时期 不弱于妖帝古经中的神术 为能无匹 将力之一字展现到了极致 天妖八事 为无上秘术 传承上古时期 不弱于妖帝古经中的神术 为能无匹 将力之一字展现到了极致 天妖八事 勾天动地 他如妖神附生 似大地临水一力破道 他的拳头几乎打穿虚空 阳刚之起冲天 一步迈出四方街道 啪的一声 庞伯永不可挡 右手拳头冻穿子物 打到尽前 左手接翼 风挡冲天紫光 嗅的一声 子府圣女如揉水流云 避过磕打穿山峰的拳头 轻抚而过 划出道之轨迹 风向庞伯双手 又是啪的一声 庞伯猛震 而他则在虚空中 凝结出一幅道徒 横扫而来 柔中有刚 攻击力射人 庞伯捏印 打向道徒 虚空断式狂暴 若是一次激烈的大步骤 两人全都倒飞 不过 紧接着 他们又大站在一起 庞伯 如一宗可熔炼天地的大火炉 阳刚至极 打开大河 气血冲天 勇武如神 要一力破道 而子府圣女 则先自出臣 与兵源合一 与天穷合一 他化身成了自然 越发的朦胧 不可捉摸 两人神韵 截然相反 争风越发激励 难以分出胜败 我听说 子府圣女 天生与道亲近 天赋异禀 并未出过几次手 仅有的一次战绩 那就是子府圣子 败在他手下 圣子不如圣女 土飞这样说道 感叹连连 更加吃惊 庞博的强大 打黑狗 咕弄 这个女子的确过人 是天生的修炼奇才 越到后期会越恐怖 达到一定的境界后 神鱼道合 任你发力滔天 也会被压制 庞博长笑 双手捏印 压盖冰原 震动天穷 真龙 神皇 昆鹏 相继出现 被他驱动于双手间 在这一刻 天地接动 磅礴 如上古的腰帝再生 身姿伟岸 让这方天地都在颤 接二连三的大碰撞 两人大战到了 白热化 越发的激烈了 汹涌澎湃的倒立 让冰原发生的雪崩 大雪如海一笑 轰隆隆的汹涌 似万马奔腾 大地更是崩裂出 无尽大裂缝 满目疮痍 突然 土匪二捞一声 率先向前冲去 兄弟们抄家伙上 活着圣女当老婆来 谁抢到归谁 打黑狗也鬼叫 这是心理战术 他们想让子府圣女 不能保持空灵心境 想破坏他与天地合一的道境 轰的一声 冰雪世界出现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 突飞的魔罐悬空 如一个黑洞 灌口深邃 一眼望不到底 这是一股 无与伦比的吞噬之力 一道黑色的光束 连向子府圣女 要将她收进 陶罐中 中 LAURA 猜天地 你又icable 每一刻